没有什么影响的优势 哇 点到了 点到了 武术协会会长使用武林神功点穴 命中散打选手的胸口处 对手直接身体发软倒地 已经无法起身变成僵硬状态 这场比赛发生在福建清流 霍家点穴武功的霍炎山 对战厦门散打冠军齐卫华 这场比赛结束后 武术会长也是发了视频 准备挑战一龙 大家好 我是霍炎山 这几天很多人要尝试我的点穴功 我觉得你们就是趁热度 瞎起空 如果非让我挑选 我选一位专业搏击运动员 我点一龙 擂台上双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散打冠军就瞬间被击倒 让我们了解一下比赛的全过程 比赛开始后 齐卫华率先发起攻击 使出一记低扫接左摆拳击中 霍炎山立马下前搂抱防守 躲避了这次进攻 双方起身后 比赛继续 霍炎山为了方便自己点穴 也是将分子拳套进行了裁剑 方便使用武林神功点穴 散打冠军也是有点忌惮 就害怕对手的神功点到自己 霍炎山健壮也是主动出击 使出一记转身后登 不料被截住想要反击 会长巧妙应对成功摆脱反摔对手 齐卫华突然使出转身边权攻击 紧跟一记高扫上头 还好被对手手臂格挡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霍炎山也是不甘示弱 压上去就是侧串 对手又是转身边权和高扫反击 会长反应迅速成功躲开 立马顶膝反击结果散打冠军 立马下前抱摔再次被防住 不得不说霍师傅的功夫非常了得 这个带摔啊这些动作做的 还是真是非常的到位啊 是的 把船现场的欢呼声很高靠啊 再来一次好不好 这个裸爆不能超过三秒 这时散打冠军一记侧踹过后 霍炎山也是忍无可忍 展示出了自己的点穴神功 就在对手攻击时 突然用手指打在了胸口位置 对手瞬间扑倒在地 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感觉已经僵硬了 似乎就是传说中的僵尸 裁判也是猛了 吓得赶紧终止比赛 工作人员上台将其拉了起来 胸部位置已经变得非常红肿 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害怕 赶紧让霍师傅进行救治 散打冠军变得神情呆滞 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会长的一番猛烈解决过后 齐卫华立马有点好转 差点就酿成擂台惨案 最终霍炎山点穴KO了对手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温馨提示大家 最好不要去跟会点穴神功的大师比武 不然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 让我们为霍师傅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好 我是杨卓 关于霍炎山这场比赛呢 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在现场做嘉宾 点穴大师呢 打到了对手 我因为是一种冲撞力嘛 对手往前冲 然后霍师傅招打了一个拳 然后招打到心脏的位置 我听到呼呼的一声 对手应声而倒